记者刘冰全南投报道,玉山排云山庄维修包商,招募状势被电池打工引发热议,造成询问电话被打爆,包商为次关手机并关闭脸书,暂不受理打工事宜,为包商也表示,外转已有亲人报名,其实都是之前协助被运小型电池的人员,对于被电池引发各界关注感到意外, 但也透露,卑宫的钱不好赚,并奉劝想几次顺便登玉山的人,不要再打电话来乱了,包商表示,此次招募被电池,确实有在联系相关人员,但因询问这种,目前先把有一杯运的人员资料留存,之后再主动询问其背景与经历,以便确认足以胜任,虽然搬一颗电池就能赚8000元,但外界都只看到钱, 勿认钱很好赚,实际上都忽略了电池笨重南碑,南运,以及山须海拔,天气等多变因素,真的没那么简单,由于打电话来询问的人,身份背景与问题五花八门,甚至有从未上过玉山的人也打来,或是想报名试试,即此爬一趟玉山,让接电话的员工困扰不已, 因此才钱粹关机,包商呼吁,没有相关经验或背景,都不适合上山背电池,不要看到8000元就想上山冲一波,或想即此跳过抽千灯玉山的程序,趁机直上排云山庄,也期盼透过背电池的事件,提醒山有山区物资,建设得来不易, 都是靠人力一步步背出来的,享受登山乐趣与高山之美的同时,也应珍惜相关资源与设施。